Fancy 你见到Ivan了吗 我刚打了电话他也不接 他那老师叫我走了 好像是因为auce发现了他的情书 我喜欢书 嘿 喂啊 我不是讓你叫Niky你吃飯嗎 他怎麼沒來啊 他可能忙吧 欸 我們明天去打球吧 可以啊 不過不知道他最近有沒有時間 他好像真的挺忙的 你怎麼手機一直在響 是誰啊 沒事 拿幾點去 欸 我剛才說你 我先走了 阿哥 你幹嘛去啊 你可以 我去找他和他說 好啊 嘿 安哥 蛤 吃水糕嗎 好啊 這我朋友買的 好啊 好啊 謝謝 Evan 吃水糕嗎 我不用嗎 幹嘛不吃啊 吃一個嘛 真的不用嗎 你不吃 你不吃我吃喔 你吃嗎 吃吧 我沒有 吃一個吧 老闆 老闆 讓你有時間時候去他辦公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开始认不出我自己 我也认不出你 就这样熟悉的12年的一切 忽然变得模糊而陌生 微笑 触碰 对我的关心 令我贪婪的希望 时间就这样静止下去 可就在清醒的下一瞬间 胆战心惊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在无知无觉中改变着 但我很害怕 害怕认清自己的心 害怕12年的一切 就在我越过我们之间的 某条界线的瞬间 全部崩塌 我不知道友情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但至少 友情不会成为令我欲言又止的 那个秘密 那个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